影视作品什么地方最吸引人 相信大多数观众的回答都会是演员阵容 没错 优秀的主演的确会为作品增色不少 乔乔在去年年底大放异彩的人在窘图至太窘 徐峥 王宝强和黄渤这样的超有喜感阵容 绝对是太窘大获成功的功臣 是不是丢东西了 找不到了吧 在我这呢 但对于一部影视作品来说 演员们是剧组经过精心包装后的产品 在一部完整的影视作品中 还包括了数十个工种 上百名工作人员 他们又入一部精密仪器中的一个个小零件 在镜头背后维持着整部作品的拍摄工作 摄像师 调音师 动作指导 群众演员 小到厂工大到导演演员 片场的每一个人都各司其职 一个都不能少 就拿去年红遍大江南北的太重来说 由于徐峥要同时兼顾演员 和导演的双重身份 所以镜头后的摄像师宋小飞 就担负起了更多的责任 徐峥拍太久的时候 他几乎在前面演了 我一个人坐在后面 然后我会跟他商量 这镜头是不是再来一遍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有一些挺打动我的 我觉得导演是不是可以了 除了要给导演提意见 摄像师还要有一副好身手 对于这一点 明道可是深有体会 我们主要准备要下车 他在我的后面 然后他就跑到我前面来说 明道你等一下 我在车还没有停的时候 我就跳下去 然后我会回头拍你 我用你的主观 然后变成一个客观的镜头 拍你下车这样 可是问题是 他从他那个Fight打里面 看出来的速度跟地面 跟实际上不一样 所以他就这样 一跌倒 差点跌倒 机器翻出去的时候 他突然一转身起来 还是接着我 然后把我拍到我下车的画面 我一下子我就跟他说 我说哇 才太棒了 作为一部影视作品的摄像师 他们的职责之一 就是在拍摄初期 和导演一定拍摄风格 以此来确定 这部影片的拍摄基调 而在后期的剪辑过程中 摄像师还要对作品进行调色 画面加工 特别是鞠躬之味 而相比摄像师 后期剪辑师则开心得多 因为他们可以坐在电脑前 把演员们的表演 好好地看个遍 有很多其实特别好玩的 你们其实没看到 我是占便宜的都看见了 特别搞笑 特别好玩的戏 对 不过你可别以为 剪辑师就是一份轻松的工作 假如让你在电脑前连坐三天 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同样的素材 为的就是从上百分钟的素材里 剪辑出两三分钟的影片桥段 你还能如此淡定吗 做饼那段按摩 那段是我剪得最痛苦的 一共二十多条 然后每一条把最精彩的东西放在一起 因为它同时在三个空间里 不同的穿插 不停的穿插这个故事 对 那个是剪得最兴奋 也是最辛苦的一段 剪了多久呢 那一场戏剪了应该有三天吧 三天 对三天 更有甚者像王家卫的影片一代宗师 为了能够在美国上映时 债顾到外国观众的文化差异 不得不进行全新的剪辑 这样的工作量 让剪辑师情何以堪呢 其实无论是摄像师剪辑师 亦或是片场的每一个工种 他们的付出和演员相比 毫不逊色 瞎着这些在庞泊大雨中 踩着泥泞为演员拉威亚的唱功 再看看这些十颗后场 为演员补妆的化妆师 还有这些一天跑好几个片场的群众演员 就是他们的点滴付出 才成就了呈现在观众眼前的经典 我在做演员的时候 总觉得别人都在帮我 你的声音 你的形体 你的武术武指 然后你的安全 然后你的灯光 摄影 其实我们都是 缺一不可的合作伙伴